持续加剧的恐怖袭击威胁正逐渐成为常态 因此在建筑设计阶段就将保安措施考虑在内 将有助于保障民众的安全并减少长期的保安费用 东北区市长朱贝庆在出席了第四届国际设施管理大会开幕式时 谈到了这个观点 他以近期美国拉斯维加斯遭受袭击 导致数百人死伤的事件为例 说明公众可能面对的安全威胁 朱贝庆也提到培养业界人才的必要性 朱贝庆还表示 国会刚通过基础设施保护法案 要求一些特定的建筑在设计阶段必须融入安保措施 这也显示了建筑环境在加强安保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